这首歌的名字叫 叫做志愿军战歌 50年代他曾经风靡一时 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 但提起这首歌的作曲 却很少有人知道 他叫周薇志 历任过新中国的文化部长和文联主席 给战歌作曲时只有35岁 只是当时偶然看到的 人民日报的一段看守词启发了他 一晃50多年过去了 提起往事来 周老仍是滔滔不绝 人民日报这个报纸看 我就犯了 因为就看 主要因为那个时候已经是 这个康米亚他这个 这个战令已经开始了 就看 你看 这个车胸胸 就有七样跨过游的将 这段词 没有多少字啊 但是这个该挂很全面 其实还是比较雄伟的 这是从英雄上就感觉出来 很能表现这个资压均的必胜的决心 全国人民那个必胜的决心 就看了一个很有功名 就马上就写了 那个字变得就写 就写也很好就写 大概半小时 我估计可能半小时少一点 因为这个行处小节不多嘛 很快写完就流出来 这个宣传就流出来一样 虽然是很快写出来 但是音乐上还是有想象的 就是用这个熊牛就去香港 跨过要到江湖 到时候就 这个东西 保险说 威和平就是保江湖 中华 那就是表现的 化而旅 七星坦结晶 就是要表现那个劲 这个劲自己就能赢 我们也是 抱着必胜决心的 没有任何的考虑 令周威智意想不到的是 这首歌很快就流传出去 成为志愿军战歌 他流传的速度 绝对可以和朝鲜战争中 前两次战役 美军在战场上的溃败速度相提并乐 周威智说 年轻时没有能够上战场 于是写了这首志愿军战歌 来激励前方的战士 就等于自己亲自上了前线 果然 他变成了前沿战士 和后方热血儿女们 最好的战斗伙伴 我认为我这个歌的流行是由于中国人民志愿军 他本身的应有作战 他打得很好 我这个歌也是接他的 他这个威风嘛 全国老百姓那样的抗民远超 那全国东远了 这是人民的这个鼓舞吧 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歌都流传 离不开这个直言军队 他本身的应有作战 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团结 抗民远超 我这个不是一分子吗